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柬埔寨 怎麼搞成台灣人都跑到柬埔寨去 要找工作去打工 以前我們都看到很多東南亞的人跑到台灣來 怎麼現在變成我們人要去 有九個台灣人到柬埔寨 被人蛇集團還轉賣到泰國更可怕 不是只有柬埔寨還轉賣 外交部救援成功 昨天晚上回台灣 另外他是要去營救 十二個柬埔寨裡面的台灣人 叫台豬 為什麼叫台豬 然後有九個人回來 而且不排除有共犯 會釐清這九個人有沒有共犯在裡面 搞不好在裡面騙其他的人都有可能 另外有三個國民黨立委跑去去營救 希望營救好像是誰 鄭政前還有吳士淮 那警政署長說自己到桃園機場作證 他要去欠 因為他現在每天都有一堆人要到柬埔寨去 那警政署要去勸 然後這七三個是堅持出境 事實上不是他今天去勸 我都了解我們的移民署就已經在勸 勸你們不去了 但是基本上沒用 這叫還罵移民署 我要告你又是不讓我出去等等 他們吃了趁水腿的心 一心就想出國 而且還跟移民署的人說 我要去的跟你講的不一樣 不是你講的這個東西等等等等 所以這個很麻煩 真的真的麻煩 那另外這個說不要妨礙天責 就是說要去就給他去吧 意思是這樣 要誤盡天責 說比柬埔寨更煉餘叫做KK園區 在泰國 他是中國級的通緝犯 在中國也是犯暗魚隊跑到泰國 在泰國落網 他那個更可怕還把人家那個器官摘除了以後 就丟到海裡面去 以前我們只聽到說那個搞鯊魚的 是把那個魚刺鯊魚切下以後 把鯊魚丟到海裡不帶回來 所以這不行 因為這樣的話你就會殺很多鯊魚 如果你一個船 那鯊魚起裝 你殺不了太多鯊魚 所以國際組織反對這樣做 居然器官也這樣幹 器官挖出來以後 其他就丟了 所以有千人被活摘器官 棄屍海底 真的還假的 聽起來蠻恐怖 好像人間煉獄一樣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飛者大包小包行李 在泰國警方護送下平安登基 目的地是家鄉台灣 駐台代表處公布最新影像 9名赴柬埔寨打工受騙的台灣人 在台泰警方移民署害外交單位協助下 脫離人蛇集團控制 9名被害人14號晚間抵達桃園機場 回家的這一刻 終於送一口氣 駐台代表處14號接獲泰國政府通報 12名台灣人從柬埔寨入境曼谷 蘇旺納普機場 發現其中三人是台灣列館通報的人口販運失蹤被害人 包括一對屏東的原住民情侶黨 還有一名來自台南的男性 他們都是在網路上看到高薪出國打工廣告 掉進詐騙集團宣號 原本一群人要被送往緬甸凶惡的KK園區 及時被泰國警方攔下 其中9人願意回台 但另外3人拒絕 還說想回柬埔寨 疑似是人蛇集團共犯 9名被害人送往桃園地檢署覆訊 警方懷疑其中一人疑似是集團幹部 他們將接受人口販運行為特徵判定 包括清查前科塑刑 有無方開註記 以基督截審限的出入境紀錄 疫情當中有沒有配方涉案 就化人蛇集團共犯 偽裝成被害人返台 繼續在網路上刊登高薪廣告 尋找下一批獵物 來 陳委員 這個問題現在真的非常的嚴重 今天早上我們在黨團 才針對這個議題開了記者會 而且就在今天 我們黨團有三位立法委員 曾正前 洪孟凱跟吳瑟海委員 還特地到柬埔寨去了解 這樣的狀況 而且希望現在官方的管道 如果不通的話 也要透過民間的管道 看用什麼樣的方式 能夠來救援 所以說這是我們現在 非常重視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開記者會 其實我覺得那不是添責的問題 這個說法太殘忍了 事實上人口販運 有很多種手段 那你今天說是用騙的 這是一種 用拐的是一種 那利用你借錢的以後 你必須要還錢的 這種財政上的壓力 也是一種 所以有很多種的方式 使得有一些人 他在這種情況下就淪為奴隸 然後他就淪為被人口販運的 一個對象 而且現在更慘的是 還不是只是淪為奴隸 去幫他做壞事做詐騙 有一些你身體還變成器官工廠 你的眼睛是多少錢 你的肝是多少錢 你的腎臟是多少錢 甚至到最後你這個人不願意騙了 就把你變成器官工廠 所以這個其實是非常殘忍的一個 非常不人道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現在說 現在這個問題 這樣發生嚴重 剛才自己行政單位 自吹自擂說 我們成功地營救了九個人 或多少人 但是實際上那個比例是非常低的 那個比例可能不到百分之五 這個比例這麼低的情況下 其實有更多的案例 其實現在正在慢慢地 都在沒有辦法來營救回來 這凸顯了什麼 我們現在過去所建立的共同打擊犯罪管道 是不是現在不通了 我們在兩岸之間 共打的管道是不是不通了 我們過去 起碼政府時期 在東南亞跟柬埔寨 也有類似的狀況 我們也是成功地在這邊 抓到一些犯罪的集團 現在這些管道是不是不通了 所以才導致現在的問題 這麼的嚴重 那我必須要再強調就是說 為什麼現在國內 有這麼多年輕要這麼做 被騙被拐都有 但是還有一個原因 現在經濟不好 失業率高 我特別查 現在在二十歲 二十九歲之間的 青年失業率 這五年是最高的 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 這五年現在也是最高的 那現在這些年輕人 外面又找不到工作 現在經濟壓力這麼大 外面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現在用騙的又是一整團 一整團騙 有些魔術師騙你要去表演 有些是跳舞的騙你要去表演 你就覺得這很好的機會 我應該要去走秀 我應該 所以他整團整團騙去以後 人就都不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現在剛剛警政署長 到機場去勸 我覺得不對 我今天提出一個建議是什麼 當然我們要重視人權 可是我們現在知道到柬埔寨 有很大一個比例會出錯 我們希望是不是針對 要去柬埔寨的人改成事前審查 你可能一天兩天 你有一個時間 讓這個時間 就是說我先審查你 目的是保護你 目的不是讓你去被騙了 然後之後回不來 我們希望事前審查要去柬埔寨的人 然後之後我們可以了解 這有沒有通緝犯 有沒有其他是什麼緣故的 是不是他被騙了 我們至好有兩天的時間 好跟他講一講 他說不定就心灰意轉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我們從政府 上到下不分黨派 要全力來救援我們這些臺灣人的時候 來 蔡委員 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得到的一個資訊 其實我們的政府單位都一直跟民間組織 還有團體 一直不斷的在溝通 在瞭解 剛剛以信說這個營救九個人就自吹之類 這沒有什麼自吹之類 只是說把事實現在目前的狀況 對外跟大家報告 然後透過當時候這個九個人 是因為在泰國這邊 有了解到有這樣的訊息 那我們也通報了 所有相關周邊 有可能被轉介的這些國家 然後跟他們告知說 有這個狀況 請他們協防 所以我相信我們是透過周邊 所有的一些力量 共同打擊犯罪 那其實現階段 我們現在最困難的是說 我們都希望能夠透過勸導 當然我們知道說 為什麼要用勸導 你就用直接 像剛剛以信說 用直接事前審查 我們也希望是這樣 可是因為臺灣是一個 人權民主的國家 你根本沒有辦法在現階段 知道可能去柬埔寨 有可能被騙 可是你不能說去違反他的意願 就像這個趙大哥剛剛所說的 移民署其實很早 就已經開始在提醒大家 要注意 要去柬埔寨 你要去了解你去的狀況 還有事實 是不是有真的 有跟人蛇這樣的一個詐騙 會有相關 也不斷的跟他們溝通 那不斷的提醒他們 說真的 那個效果知道的人 會被勸導下來的 其實真的比例很少 所以我們也希望用比較積極的狀態 可是臺灣就是民主的國家 我們真的希望說 除了個人 還有家裡面 其實在這一段時間 真的都要很小心去應對 這每件事情 那我們一定會積極跟相關的民間組織 團體去做這些相互的交換情資的部分 然後透過我們有一些所謂台商把這些訊息互相去做一些了解 我們在那邊其實柬埔寨真的有很多我們的台商 那我們就必須要透過台商 我們在這一段時間其實全國有很多的案例 可是真的有報案的大概是兩百多個 可是現在媒體都傳出說可能有上千個好幾千個 那些記事訊息其實都不可考 但是我們不放棄任何的一個資訊 我們有接到訊息 我們就馬上對接平台給我們的相關單位 然後透過台商做這樣的一個三方的一個了解 所以我們都希望趕快把這樣的一個人蛇集團 跟詐騙集團把它做破除的動作 好 學校人